欢迎大家来 嬉嬉落落玩实验 今天的实验是 会变色的芹菜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有 食用色素 装水的杯子 刀子 芹菜 先把红色当进去 当5滴OK 哦好 还有这里 滴下 滴下 慢慢滴下 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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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过这么久之后 它变成什么样子 来说一下 等一下 这个变成红色了 翻了很久 变成紫色了 然后呢 这个没有变 可能需要再放久一点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久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再切一小段 这样子 不是 一小段 这样子 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切横的 说出来切直的 直的 切切看 小心你的手啦 切切这个好了 这个比较粗 你没有看到 一点一点红红的啊 那是橘还是橘的 那你觉得这是橘色的吧 这是红色 可是这个变橘色啊 我看看里面 好漂亮 Rainbow耶 不是Rainbow 我说很像Rainbow 哇 好像Rainbow 你发现这是什么 红色 发生什么事情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什么事情 你还观察到什么 呃 这是一条的 对 一条条的 你看这一条条的 这一条条是干嘛你知道吗 是干嘛真的喔 你想一下 我又不知道啊 你觉得它为什么会 你觉得它为什么颜色会变成那个样子 因为有那个看的啊 诶 为什么下面有color它就会变 跟它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看到 它就是从这里吸水的 这些 它不是所有的都会变色 对不对 对吧 它不是所有的都会变色 它是有的会变色 就是这一条一条的地方 代表什么 它就是从这些这些管子 这一条一条 就是专门 这个植物 这个芹菜 用来吸水的管子 好酷喔 好酷喔 对啊好酷喔 所以呢叶子上面也有对不对 叶子上面也有专门吸水的 金这边 也有专门吸水的管子 哦 所以你看它下面有什么颜色 它就会 它就是吸上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条路 哇 这边是水上来的路耶 对不对 这边也有 就是被我切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哦好酷喔 对啊 我也觉得超酷的 叶子上面也有对不对 哦 哦 这个时间最重要就是 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植物是这样子吸水的啊 哈哈你看 嘿嘿 嘿嘿嘿